而在世界各地總共有600間分店 這次第一次在泰國開 在泰國通街都會找到火鍋店 最近麻辣火鍋很受歡迎 所以這間就適合他們 近年中式文化在泰國大受歡迎 很多地方都有中文字 甚至有中式情懷的佈置 餐飲方面 中式的餐廳酒樓越開越多 出名的麻辣火鍋通街都有得吃 大店小店都有得吃 歸根究底 佳因泰國華人多 尤其是潮州人更多 在這樣的獨特文化背景之下 中式文化就更容易被接受 今天要找來的 就是一間具有古代大俠風情的餐廳 其實類似的餐廳 現時在泰國都有好幾間 但這間絕對可以說是表表者 今天穿著這套漢服出來 大家別以為我們拍古裝片 其實我是來這間餐廳吃飯 這裡裝修得這麼漂亮, 不穿漂亮 簡直是對不起這個地方 果然有備而戰, 我也不甘事若 今天你打扮, 你猜不猜到我扮什麼呢? 你今天是道士 道士?飛雅飛雅 難道是小儀? 店小儀?當然不是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滄海日星少, 韜韜兩岸潮 我有聽過, 令狐聰 沒錯, 在下正式 華山弟子令狐聰 滄海日星少, 韜韜兩岸潮 令狐聰, 其實這間餐廳 我知道內地都有分店 為什麼我們來到泰國 都要故意過來吃? 原因相當簡單 香港也有不少泰國餐廳 你來到泰國依然會吃泰國菜 又或者在香港有不少國際品牌 你來到泰國依然會光顧 你來到泰國依然會光顧 最重要是美的 還有這間整個泰國 只有一間分店 所以都可以來娶驚 拍照打卡 其實這間餐廳主要是來吃火鍋 不過吃東西也是其次 很多人都特地來這裡拍照打卡 這間餐廳其實還有很多層 而這一層 最受互客歡迎的位置就是這裡 因為可以看到這條金龍 以及可以看到表演 說起表演, 表演出來了 真精彩, 確精彩 這裡每天都有兩場表演 有興趣都是來看看 時間分別 下午兩點、四點 其實這裡的座椅 剛才表姐說過 最受歡迎是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也很受歡迎 家英旁邊有騰雲駕舞的感覺 說起又說 現在的造型像甚麼呢 只不是 湖海西我空襟 河山飄我映蹤 千山我都恨不別相送 楚留香 是不是有點像楚留香呢 剛才說過 這間餐廳在國內很多分店 香港也有一間分店 而在世界各地 總共有六百間分店 這次第一次在泰國開 知不知道為什麼要在泰國開 我當然知道 因為泰國人的文化 特別喜歡吃火鍋 在泰國通街都會找到火鍋店 最近還有麻辣火鍋很受歡迎 所以這間就適合他們 還有泰國人很喜歡拍照打卡 你看這裡的食物這麼漂亮 就適合他們打卡 你看看我們前面這三碟的菜 先說說這一碟 這個是蒜蓉排骨 價錢是308匹 中間這個玫瑰花造型是牛市 價錢是380匹 而這個是鵝腸 價錢是248匹 解釋得很清楚 那我這邊看 好像看大戲的插曬旗 原來就是珠缸 珠缸會補氣呢 我不知道 價錢是3200匹 而這一碟 這一碟就是內臟 包括鵝腸、牛柏葉 還有白色的是甚麼 原來就是那些豬心臟的血管 那不是紅色的 原來是白色的 我現在才知道 價錢是360匹 那這裡除了這些雅力卡菜 也有套餐的一些套餐 套餐最便宜 四百多匹有交易 最貴最貴四千多匹 那眼前這一碟 這麼大碟 就中位價 二千多匹 造型賣相相當英俊 有這個和牛 有黑毛豬 那這一味就二千多匹 就適合六至八個人吃 而裡面的湯底 這個湯底 其他店吃不到 當然是東蔭宮湯底